字幕提供 超低延时超高频宽的无线网路架构设计 但想要拥有5G首先要飙到频谱 五大电信杀红眼 金标19天还没有结果 原本预估会落在400亿元 没想到截至7号总标金突破1000亿元大关 其中黄金频段3.5GHz 每单位标金高达36.61亿元 红灯全球最贵 业者之号加码投资 比我们当初预期的金额是稍微 目前稍微多了一些 那投资当然会增加 不过影响不会很大 背后商机庞大 宁可加码都不想放手 实际来看五大电信背后都有富爸爸 除了关股的中华电信 雅太有郭台铭 台湾大哥大事蔡明忠 台湾之心鼎心魏家 而原船则友取续东撑腰 只是这场千亿豪赌 未来上路恐怕转嫁消费者 标金再高 一定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出钱 我觉得5G呢 搞不好刚开始的设定支费呢 应该就是千元起跳了 天价标金甚至超越南韩 台湾5G资费 未来可能不止没有吃到饱 方案也都要两千元起跳 想要拥有超快网速 荷包也得够深 参选许志雄方向台北部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赃费